西贡区议员叶子奇 上个星期坐巴士时一度没戴口罩 多个建制派政党报案 说他涉嫌违反防疫规例 和公职人员行为失当 网上片段显示 区议员叶子奇上个星期五挨曼 在巴士上没戴口罩 事发时叶子奇搭新巴 经过将军澳隧道 新巴说车长曾停车 要求对方戴口罩被拒绝 之后报警 警方说当日警员到场 涉事人已经戴口罩 警方向他作出口头警告 叶子奇在事发之后两天 在社交网站说 戴不戴口罩是无聊小事 没想过传媒会广泛报道 又批评政府抗疫政策或者法例 没有经过合理程序完成 叶子奇去年9月一次区议会会议上 没有戴口罩 也都被其他区议员指责 民建联 工联会 新闻党 公民力量等成员 到将军澳警署举报 叶子奇违反防疫规例 其实比社会非常差的示范作用 所以我们也认为它是涉嫌 违反了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名 口罩令规定 身处公共交通工具 必须一直配戴口罩 违反的人最高罚款一万 无线电视记者擅自报道